總共花費這三條褲子 總價是900多塊錢 結果收到貨的時候 一個爛包裹 寄了一件T恤 這家就叫AS商店 我說大聲一點 你口誤到極點 結果他說 我已經知道你的所有的信息 如果你退貨 老子找人同你全家 我真的好怕 對他別出門啊 他弄到了我的底線 他要把我小孩的臉給畫花 所以我很生氣 你不要一天到晚 在所有全人民的前面講幹話啦 除了講幹話 你們做什麼事情啊 你們他媽的無能啦 可是卡關在哪裡 你NCC也無能啦 詐騙沒完沒了就算了 現在的詐騙 竟然呢 還變成說 如果你要退款 直接恐嚇 恐嚇到 真的是讓我今天 我的陳情人 小洪他化名 他嚇到現在都不太敢出門了 真的 因為既然買個東西被騙之後 還要被這個恐嚇說 你最好不要出門 要不然我殺死你全家 整件事情 我就從小洪的這個詐騙案 報告一下我們消保官 跟警察局這邊 那就是小洪 他準備呢 在這 他是一夜市的廣告 就是說那個臉書廣告 他呢想買這個這三條褲子 這三條褲子 這三條褲子 總共花費這三條褲子 總價是九百 九百多塊錢 結果收到貨的時候呢 一個爛包裹 寄了一件T-shirt 寄了一件T-shirt 也是一樣 我買多你自己吸 那這家店呢 這家店呢 這家店 我等一下我會告訴你是哪家店 才剛成立不久 才剛成立不久 然後呢 小洪在這個 應該是message吧對不對 跟他的對話 他說對方跟他講派 這家就叫AS商店 我說大聲一點 麻煩媒體朋友派大一點 這家騙人的店叫AS 他呢 就跟對方講派送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宅配送啊 萊爾夫啊 Seven啦 全家都可以 所以呢 我的陳情人 他就選擇了全家超商的萬華區 我們富明路的店 然後呢 這個是他 他這個寄來的一個包裹 也就是我們後來 由這個線索去 去追查的 這個這個詐騙犯哦 那可惡的事情來了 當小洪 接到了這個不對的商品 所以就直接跟他講說 那你 你你這個 你這個這個 我也不要再買了 你直接退款給我 可不可以 結果呢 小洪跟他講 明天會會來 會錢過來 我把記錯的 再記還給你可以吧 你把錢會給我 結果他說 我已經知道你的所有的信息 如果你退貨 老子找人 同時你全家 我們的詐騙犯很囂張到這個地步 你政府看到沒有 他呢 小洪很生氣 就跟他講說來吧 我不怕 他還故意 故意 故意求他 我真的好怕 沒有 誰沒有這個家人兒子啊 對吧 對他媽的 別出門啊 對吧 你可以全身 全身嗎 你可以有分身嗎 然後他還跟對方講 那我現在去報警 還是要你把明天錢還來 這個這個 接下來才精采呢 你看多可惡 直接就向對方 對他媽的別出門啊 惡劣啊 然後呢 小洪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是在恐嚇我嗎 你惹錯人 你去打聽一下吧 他也很生氣小洪 結果呢 這個人嗆我們的陳情人說 我說到做到 然後就把小洪的臉書 全翻出來了 包含他的郵局 包含很多 我今天也不好全部公布 包含呢 小洪的朋友啊 有沒有的家人啊 全部都把他給貼出來 直接恐嚇 就是說 你的個資 我都知道 然後你這個住哪裡 還有你哪些朋友 他去做了連結 然後呢 小洪就說 我現在要去報警 還是你明天把錢還我 繼續呢 領貨或什麼 他就直接嗆他說 還是說一直不出門呢 我選擇你不敢報警 不敢退貨 小洪也火了 就跟他講我天天會出門怎麼樣 結果呢 這個詐騙犯講了 後果自負 家人小孩哦 請看好哦 然後呢 這個小洪也回他說我現在就出門 你等著你太囂張拔扈了 結果這個詐騙犯直接講 小朋友的臉上來擠刀 不太好看哦 不跟你說了 台灣什麼樣子 你搞不清楚啊 你後果自負 我們不管這個詐騙犯是台灣人是大陸人 我們台灣的詐騙犯囂張到已經從詐騙變成還可以帶恐嚇 你這個這個政府在做什麼啊 我們現在所有所有被騙的人完全沒有辦法去保護自己 然後今天小洪馬上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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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萬華 我們應該那天是在東元派出所 東元派出所這個報了案 因為我也鼓勵小洪這麼做 我記得那事情發生在10號吧 11號我就拜託我們台北市 我們萬華分局一定要以罪數案來處理 所以所以我現在就公佈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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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商店 我們媒體朋友現在馬上查 都查得到 你可惡到極點 真的可惡到極點 你們是這樣做網路拍賣的嗎 不但罵人騙人之外還恐嚇人 然後呢 我現在也要講一下 我們警局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的無助 為什麼 我們萬華分局拼全力 希望馬上找到這個詐騙犯 然後呢馬上到全家 可是卡關在哪裡 你NCC也無能啦 臉書呢臉書公司 他也不太願意提供這些AS商店背後的資料 那請問一下我台北市警察局在努力 我檢調在努力 你NCC恰恰下的臉書公司你要管理不配合 我們繼續能夠辦什麼案呢 我們能夠抓到真的詐騙犯嗎 被騙的也好 我們今天消保官也好 我們警察局也好 乃至我們的檢調 忙半天 你NCC旗下的臉書選擇性的給不給資料 我們如何破案 然後就放任我們的所謂的詐騙集團 類似像AS商店 囂張的還是在網路上繼續販賣東西啊 所以今天記者會我真的覺得 今天是小紅很勇敢的站出來了 有多少人原來不敢退款的原因 您是不是也都遭受到恐嚇 臉書一頁一頁的翻出你的資料 甚至跟你這個謊稱朋友 不但竊取的是你的個資 甚至竊取的是你家人的個資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 我們2016年有跨部會的打炸中心 到了2022年我們跨部會還成立了打架 打炸國家隊 2023年我們還成立了打炸專責辦公室 我就公開告訴你啦 我們這個政府對於詐騙無能道 我應小微直接說打炸辦公室 直接改成打砸辦公室啦 直接改成打砸辦公室會不會好聽一點 全部在那裡幹嘛 沒有一件事情是一樣可以官官相扣扣起來的 那我現在就請這個小紅現在心情還好嗎 好不好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從最近這幾天被這樣恐嚇下來你的心情嗎 OK好來 因為我 因為我是真的被騙怕了 騙到也曾經了 從金額那些不對 然後一直慢慢的 當然我不能說我們全部都是壞的 也有好的 甚至變成好朋友都有 我就愛看 因為臉書 他就是比那個蝦皮東西好看 表面好看 那跟這個人接觸 我就是因為被騙怕 所以我很誠懇的跟他溝通 我說你沒有關係 你錢先退我 我說我貨給你 你再寄來 我還是給你買 那他就慢慢的 就像頭先也是很客氣的跟我溝通 沒有想到後面騙了我的金融帳號 然後就對 騙完之後就開始就恐嚇我了 對不對 那我這也不是嚇他的 那我 我就跟他 我也是跟他溝通 我一直想說善良 因為我相信台灣都很善良 因為他用的是繁體字 所以我認為是台灣人 那抓不到的人 其實我是說 因為我真的也去超商 每一個人買東西 就是領東西 我都問他 你們是不是都有騙過 百分之百都被騙過 那我想一個人一千塊 對不對 那我們算家人 我們算2300萬 我們500萬人買好不好 一個人一千塊 50億耶 這多大的數字 那我這次股票 勇氣勇氣是因為 他弄到了我的底線 他要把我小孩的臉給畫花 所以我很生氣 我那天當晚 我馬上就去報警了 因為他也瞧不起我們台灣的 他說你不曉得台灣是什麼情況嗎 這樣子 所以我來拜託議員 因為議員的服務非常的好 都會馬上去幫我們 都會能夠去幫我們處理 所以我也很感謝議員 我也謝謝那個東元派出所 的那個承辦警員 他那天還特地一直這樣聽我講 幫我拍照啊 這樣子啊 那種 我也很謝謝他 因為我 因為這 真的台灣現在都變成詐騙王國 我連買個東西都要全家去死喔 真的是太可惡 這什麼世界啊 真的是 哎呀 又不是多少錢 對不對 之前我都容忍了 這次他真的是 他是觸導我底線 要對我家人不利 還讓我不要出門 對不對 講這個話太可惡了 所以我希望 能抓到我們 我就抓了 能不抓到我也 我相信警方也盡力了 因為我們 我也不曉得他們後台是什麼樣的人 可以這麼樣的囂張來源 那我還是真的很憤怒喔 是基於真的 我看到這些留言 其實我今天的留言 因為還有一些是屬於比較個資性的 比較屬於警方要辦案的 我還沒有公佈 真的離譜到極點 真的這樣子嗆 你已經都詐騙到手了 你還繼續這樣侮辱對方 侮辱台灣 還繼續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這個 直接羞辱恐嚇 真的 真的我看了我都覺得 嗆嗆他 嗆你看 你如果退貨 老子找人 同時你全家 我們政府 你聽到沒有 打炸辦公室 你聽到了沒有 對他媽的別出門 真的我不希望再看到 今天打炸辦公室 你們不要一天到晚 在所有全人民的前面講幹話 除了講幹話 你們做什麼事情 你們他媽的無能 講真的 每天就是只會講幹話 每天有多少人 多少人都在受騙 你們今天打炸辦公室 直接成為打炸辦公室 我真的覺得大家痛壞一點好不好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